欢迎回来 我们说未来是AI的时代 但发展人工智能 AI人才是重要的关键 美国智库麦克罗波洛 发布最新版的 全球AI人才追踪报告 这内容显示出 目前全球前2%的 AI顶尖人才当中 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 占了38% 美国占37% 这显见 中国大陆已经成为 AI人才的主要产出国 另外在画面下方 您看到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最近也报道说 中国大陆近年成为 全球人工智能 人才池的重要组成部分 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占比 还在持续地增加提高当中 因为中美科技的竞争 越来越剧烈 尤其现在是还在美国的 这些AI相关的 中国大陆的人才 当然也很担心自身的处境 所以左老师您怎么看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 俨然成为一个AI人才的孵化器 中美两强都在抢AI人才 在人才的竞逐上 您觉得会有如何可能的发展 我觉得因为你看他那个人才流向 大部分就是说 他除了本科训练之外 下一个是研究所 然后再也是找工作 所以如果美国希望要吸引大陆的人才 当然他一定是在研究所这一块 他要更多的开放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研究所 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工作这一块 他要有更多的一些鼓励或者支持的措施 那我觉得目前这个部分 美国目前他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去所谓 推动所谓的去 就是所谓的decouple或者de-risk 去风险或者是脱钩 那么他在人才的这一块 他要怎么样持续去吸引他 特别是你现在要 比如像说最近讨论那个联网汽车的问题 那联网汽车很多 现在美国的一些讨论就容易说 那联网汽车他把很多的讯息 都会传回到中国大陆 那现在如果对于中国大陆来美国 读书这些研究生 他万一未来回到中国大陆去呢 那你美国要怎么去面对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处理 他在美国期间所学习到的 这些所谓的敏感技术 或者这些参与研究计划这些 所以你如果不在这个de-risk 或de-couple这个问题上 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做法 其实这个会限制美国 吸引中国大陆的人才 但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也看到这个情况 因为中国大陆的人 这个AI人才 有一半是到海外去读研究生的 那所以他现在第一个 他就要考虑到 他就要扩大他自己本国的这些 所谓AI人才可以工作的机构 所以像你看在比较2019年 现在2023年来看的话 大陆已经出来一些被认为是 也排在世界前列的一些AI的研究机构 北大 清大 浙大这些都经常 或者是中国科学院 那这个其实是他进一步要去推动的 但是他怎么样能够去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让大陆的人才也好 其实也其他国家的人才愿意到大陆去工作 我觉得那是中国大陆的挑战 而且周老师刚刚点到重点就是说 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 其实对留住人才 但是又不信任人才 那中间就有很矛盾 那你怎么做呢 现在看到在中国大陆这边 为了培养AI的科技相关人才 其实从2018年以来 大陆方面新增了2000多个 人工智能相关的本科专业 那其中300多个设立在知名的高校 各个城市也都加快行动 像是在北京市署公办本能科校 那就会在2024年 今年的9月份要率先实施 人工智能通试课全覆盖 上海市更是设立目标 要争取2025年上改人工智能 人才规模要达到30万人 所以我们讲到回归到竞争 人才是关键 培育AI人才需要哪些全面性的条件 除了我们讲到了资源 老师您觉得还需要强化哪些层面 能够来做一个整体的配套 那个中国AI大概落后 美国大概两年 它现在拿的是所谓的H20 是这个阉割版后的 它的效能大概是NVIDIA H100的 只有七分之一 那NVIDIA下一代这B100 又是H100的大概五倍 所以这一来一往就是 差不多35倍的差距 所以这个让台积电要做这种 比较烂的这种AI芯片还很困难 但是他们就有办法说 这个让这事情发生 那像这个美国在网站LLM在发展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大型语言模型 对 白雪公主 后母的魔镜 那希望将来变成阿拉丁神灯 就是说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这是一个区域 那中国的话 可能它的方向就是SLM 你必须要用在应用场景的应用 但是这个基本上AI出 过去这两年 大家讲AI 讲的 AI一直都在 但是过去两年 因为深层是AI出来以后 有一个改变 就是说 Computer Science不再吃香 以前大家会说 去做Coding 现在没人应该再去读Coding 所以说反过来讲 将来AI到一个极致化的时候 AI可能就会发现 人性是最大的弱点 它是没有感性的 所以说反而人文素养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Common Sense Sense and Sensibility 所以以后没有所谓的专家 可能是一个杂学 所以反而在人文文学 这些方面 反而将来的人会更需要 因为人如果不爱人的话 AI不可能爱你 就是说这个反而是 应该是要往下走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要爱AI AI就会爱你 OK 不过另外一句是 再讲到硬体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晶片 在晶片方面 我请江老师帮我们看 因为目前在中国大陆 传出说AI晶片 升腾910B 因为良率过低的问题 使得回答给中国大陆的 特工版H20晶片 刚才艾亚老师有提到 这个H20晶片的前景 是转为看好的 晶片咨询公司 叫做Semi Analysis 他们发表的最新报告 也指出说 2024年 回答有望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 要超过100万颗H20的晶片 那这个数量呢 几乎是升腾910B的两倍 销售额预估也将会超过120亿美元 我要问的是说 中国大陆在他们自制的晶片 良率在大幅提升之前 现在看到事实上是需要 在回答这个所谓的 特工版的晶片的助攻跟协力 那您觉得 中国的AI发展 现阶段或者是接下来 他们可能会采取的战略是什么 OK 其实这个题目有点 鸡身蛋蛋真鸡的味道在里面 我们要看AI用在哪里 那之前其实 某个部会有请我们去做研锡 就是说其实后来发现说 大陆用 因为在设备不足的状况下 那我要怎么样子 去达到更好的良率 那后来发觉说 大陆去用AI 去修正它的十颗的光照 因为你如果刚讲过了 你的波长如果太长的话 它打下去 它会有一些杂讯在 那我就试着把它的 那个光照的角度 修得比较畸形一点 可以刚好照下去 是个漂亮的图形 那我会发现是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大陆今天又用这个技术 去深化它的晶片制程 它的晶片会越做越好 良率越越高 这个突破是有可能的 是有机会 但是会到一个程度之后 就会付出更大的成本 然后去 它有个甜蜜点 那过了之后 其实还是要再往下走 那你也不保证说 大陆会不会做出一些 自己奇奇怪的机器 因为大陆是有这个能力 莫名其妙 因为人太多了 莫名其妙 要做出一个很奇怪的机器 也许就把UV给跳掉 也说不定 这是我们不能往 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想 最糟的状况 也许会发生 但是要回到一个 刚刚您有提到 就是人才的部分 而其实 在人才的部分 AI的人才 跟IC设计人才 是大幅度重叠的 以台湾来说 有33万 接近33万的 半导体从业人员 只有14% 可以有办法去做 IC设计 因为它必须得到一个 很好的头脑 然后现在有AI出来 我听了很多 在台湾做IC设计的朋友 都被NVIDIA挖走了 其实这些人是反而是最不好训练的这一批人 所以我觉得 未来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会发生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在产业的 就是这样子的